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永梅了 第二天金庸梅了 太让人感叹了 而在李永梅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留言说 身边有很多人得哀症死了 我个人相信 可能现在在大陆 就大家周边的人 你会听到人死去的消息很多 死去的消息很多 而且呢 让人感觉比较突然 无可奈何 我觉得这种心态成分比较高 无论怎么样 金庸也叫 他原名叫查良庸 他已经94岁了 人生做一件事情做成了就成了 人家是做成了 比较有趣的就是 两个小时之前 自由亚洲电台找了一张照片 金庸跟这个马云2004年 在杭州 应该是淘宝的老板 阿里的这个总部 而金庸去了 结果呢 可能是马云让金庸给留个笔墨啊 留个字 金庸大概写了 宝可以不逃 但信不能不守 大概是这个 大概 他是重叠着写的两个 可以不 宁可逃不到宝 绝不能弃成信 宝可以不逃 信不能弃 这写的就比较特别 然后他马云呢 马云应该是昨天在微博上留言了 说 写这个字 如果没有先生的话 不知道是否还会有阿里 那这个话说的 我觉得我个人以为 对马云而言说的非常的感叹和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感叹 应该叫打翻五位平 阿里巴巴上头有多少是假货 无论阿里巴巴怎么否认 我相信消费的人有自己的看法 但作为马云把阿里巴巴做到今天这份上 那是2004年啊 2018年 14年 把阿里巴巴做到这份上 就是他去坚守诚信的概念 这是坚守诚信的概念 这是一点 利用诚信的概念 那是另外一点 这个话可以从多方面讲 诚信呢 大陆人 太多大陆人以诚信为基础 作为欺骗的手段 太多了 对吧 我觉得太多 这我没什么可讲 就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不以诚信为基础 进行欺骗的话 太难赚钱了吧 我相信现在在酒桌上 大家说你听的多的也都是 哥们你不信我 你信谁呀 对吧 老公你不信你老婆 你信谁呀 那男人要跟老婆说 说老婆你要不信你老公 你信谁呀 那女人就说我能信你 我能信你 太阳从西边出来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可能遍布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各个角落 所以 马云当然 人家肯定有他的道理 说如果没有先生 不知道 是否还会有阿里 这是人家个人之间的私交 但单纯如果从这个几个字 放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 马云同样有他自己 非常就是对他影响很大的 非常的某种东西在其中 无论怎么样 马云自己很愿意展示自己 练太极呀 追求这些特异功能啊 追求人超这种超能力的 超自然力的 不叫超 只能叫特异功能 超自然现象嘛 王林 王林的故事就是叫超自然现象 王林故事叫超自然现象 那 那 马云当时那么推崇他 我相信 里面有相当多的成分 就像他 面对金庸的概念 可能有着类似的 我以为可能有着类似的 就像马云跟李连杰 两个人合创一些 甭管是禅学也好 太极也好 同时两个人同时 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 王林家里面 而不是一次 那都能显示出他 马云对自己 对生命的属性 生命的追寻 有着他的思考 只不过呢 他只不过 我以为以现在能力而言 他个人的能力而言 他知道 他今天有2900亿美金的资产 他买不来超能力 他买不来 他可以给王林修个金门 但他拿不过来王林的本事 对吧 他拿不过来王林 他 他 纵有 纵有多大能耐 他也拿不来王林的本事 这个就是 他生命 各自生命存在的 我觉得含义 我个人觉得 对很多朋友来讲 也有他 很 很值得 就是很值得借鉴 很值得思考的一个 你不要把 不用把自己非要追寻成 说我要成为 我哪怕正到马云的千分之一呢 就说这意思了 那东西没用 对吧 那东西没用 就是说 他没有任何完美的 在一起中 没有 没有 忘了那个人叫 叫李什么鹏啊 叫什么 应该是唱歌那个王 都不知道 王 他信奉 信奉藏传佛教 他离了婚了 又跟谢霆锋结婚了 结果他的前夫 等于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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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之间的婚姻就这么 就这样了 那个 李亚鹏 说李亚鹏成为了 被银行成为 称为叫不可信任的人 不能坐飞机 也不能坐高铁了 原因就是投资失败 他还不了人家贷款了 那不能坐飞机 不能高铁 那自己就开车呗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中共用所谓的幸运体制 对社会对社会的幸运体制 其实里面带有极端的极端的欺骗性 就是我跟大家说那个大数据 他真正真正 对以人们的信誉 为人民的安全作为借口 他却威胁了所有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 反过来威胁了每一个人 这就是在感叹诚信 他没认为这是问题 他认为这是应该的 他认为这是很自然很应该的 生命的基础 没有那个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在网上比较多的一段 是金庸 八九六四之后 金庸在接受采访时 对中共的谴责 那后来他把明报卖了 他把明报卖了 卖给了于平海 于平海就是现在的明报 多维新闻网 香港灵异 感觉上就是说 感觉上就是说 应该是于平海 是有背景的那么个生意 他绝对不是他单纯的个人的生意了 那然后这个金庸就比较 八九六四之后比较低调了 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也就说他表现出 对中共体制本身的无力抗争 无力抗争 就像人们在谴责李勇的时候 李勇是站在前台 TCCTV 因为你进入到那个环境 进入到大裤衩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呢 金庸相对还好一些 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的 选择 对吧 个人的选择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金庸的故事 我印象中 我个人 我手里有一套书 《笑傲江湖》是金庸在 我想是哪年呢 91年大概我拿了这套书 我不知道那时候明报他卖不买 应该是91年 应该是91年 是他亲自签 他却无意中认识了他的 跟他的秘书有关系 他秘书那时候挺有趣 香港人 他秘书呢 我都记不住姓什么 全都记不住 但当时的故事很有趣 秘书是个香港人 自己呢 想做与文化相关的一些生意 然后就这么转着圈的 我都现在想不起来是怎么 大家就走在一块 后来吃了几顿饭 他吃了饭的原因呢 却是帮助这个男孩呢 男孩交了个女朋友 北京的 然后呢 就出现一些麻烦 因为男孩应该是家里有太太 那时候在香港 那时候香港人 是很金贵的 所以很多 这边的女孩呢 抢香港来 那刚刚这种开放的概念 因为经历过八九六四 那时候都很初期了 经历过八九六四之后 人们怎么说呢 是想跑路 以各种方式去跑路 所以当时 中间的什么关系 还有旺 但是呢 这两人 找涛哥 自行自行 这个人生感悟 后来吃了几顿饭 我都现在都记得在灯饭口 在灯饭口 那个 那应该是不错的酒店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天伦邦朝 当时他作为感谢 因为他是金庸的秘书 就是他的秘书 他说从老先生那儿 拜托老先生签了个字 那就送给涛哥了 那个书我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因为出国我没带 我不知道家里还留着没有 笑傲江湖 所以我当时觉得 为什么觉得有趣呢 我说你 你是 查老先生的秘书 你个人的问 个人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你不问老先生 你问我 那你 那金庸的名望太大了 对吧 太大了 我说你不问老先生 你问我 那他写了这么多本书里面 十四本吧 大概是 十四 十四套书里面 都是 他的 他的 他的一切的故事当中 都是跟 其实里面包含的太多 他理解的一种 生命的一种 理念 道德 坚守 好 理念 道德 坚守 我们那些 那个年代上大学的 后来都去看他的书 最早看的是 两女生的 《平宗侠营》 那是 最早的武侠小说 后来 两女生 我不知道后来写没写 《平宗侠营》呢 当时影响比较大 但是 《平宗侠营》 拿出来之后 没多久 金庸的书就出来了 所以 金庸的书 书的数量 跟他的 这个大块头 远远超过了 两女生 后来 两女生就没 大家又没了 我记得同学里面 我忘了我怎么搞到一本 《平宗侠营》 全班轮着看 找不着这书在谁手里呢 轮着看 结果有一个同学 把考试给废了 没考过去 其实他反映出 当时的 那批大学生的 文化的饥渴 文化饥渴 就是人性被压抑之后 被奴役之后的 这么一群人 来到大学里面 就要去找生命的真实 很自然的属性 寻找生命的真实 相当质朴的 相当质朴的 看着江文 跟刘晓庆的电影 听着光贵敏的歌 然后看着梁女生金庸的书 电影里面 惊是刘晓庆的说 听操场放的 就是光贵敏的歌 每到下午四五点钟 在操场打球跑步 那就是那样 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的原因 就是家里没地儿住 没地儿住 那个 太穷了 没地儿住 就很很坦白 所以就在学校 那小叔跟 因为现在跟 跟光贵敏是 是朋友了 说起来 我说 我说这点 三十年喝冬 三十年喝戏 他就乐了 他说我现在没事就看 涛哥呢 摆我 三十年喝冬 三十年喝戏 所以基本 这个年龄的人都过去了 那看到金庸没了 再看看 马云的 留言 马云的说法 你再看看 马云的实际做法 所以其实不得不探讨 你这一辈 人这一辈的干嘛 第一个 第二个 昨天我节目中说 天地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马云挣多少钱 有他根本无法 触摸到的 根本无法理解到的 生命的真谛 他依然在寻找 他想寻找到 但今天的概念 给他就像烤鸭似的 给他架在火上了 而且用的是德国烤炉 不是原来北京真正烤鸭的 用果木烤鸭那种土造 土坯的那种 那种摇烤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他跟现在给他架上 根本不是传统 这个鸭子弄 他就跟自个说 这鸭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不是那个鸭子 我们说的这个意思 不是瑞承刚那个鸭子 这两回事 他是北京烤鸭鸭 给他烤在这儿 他拿不到生命真谛 他拿不到 今天有阿里了 其实有了阿里等于 没了他马云了 说实话 有了阿里了 没了他马云了 马云花钱买本事买不来 不就这么回事吗 而生命的真谛 是靠悟性 靠摆脱 摆脱人的利益里面 而在现实环境中 你可以看到 人无可奈何的那一面 同时间 这都是一天发生 习近平 习家跟邓家完全撕裂 而习近平 站在了 今天当权者的角度 在直接对赌 打击邓家 针对邓朴方的 那篇文章 同样跟马云有关 昨天登了 人民日报高调 回怼马云的南华早报 我们昨天有时差原因 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南华早报 几乎全文刊登了 邓朴方的 9月16号的讲话 针对着习近平去 结果南华早报登出来在新 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在后 评论员的文章 只字不提邓小平 暗示习近平的能力和成绩 远超过邓小平 那这是明明确确的 在答复邓朴方的做法 邓家跟习家分裂 红二代公开分裂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习近平思想超越邓小平理论 这是肯定的 那习近平 把习近平描绘成超越他 就等于习近平把邓小平踩在脚底下 他踩在脚底下的概念 你得拿出东西来 总书记习近平南下重申改革开放 却毫不提邓小平 所以人们质疑把邓小平边缘化 在深圳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展览当中 已经把邓小平的内容进一步弱化了 人民日报评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却只字不提邓小平强调习近平的改革开放 具有时代性 体系性 拳击性 和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 和更高目标 所以也就暗示了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与习近平的改革开放 是不可比的 但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 更高目标 那是没错的 邓小平个矮 他踩在他脑袋上 他不就更高了吗 第一个 第二个 当他去谈改革开放的时候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 那是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 1978年12月份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那个为标志 当你提到改革开放四十年 就是邓小平干的 但今天习近平把邓小平 只字不提踩在他脑袋上 更高更高更高 时代性 体系性 全局性 这是 所以你从几点上可以说出来 第一 习家跟邓家分裂 第二 邓家不满意反抗 招惹习家直接的 现在的习近平直接的反独 那说明什么 说明邓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第一个 第二个 说明习近平很在乎整个红二代和邓家的反应 第三 那可能起因在今年的二月 二月份 吴小辉被抓 吴小辉被抓网上拿出了一张照片 习近平与邓家 当时两张照片 有一张照片是有人造假的 习近平跟曾庆红照相 结果习近平边上站的是 习近平跟曾庆红照相 两个人还拉手 真能整 我跟你说 那些人 有些人真祸瘦 我的话 爷们不是爷们 娘们不是牙们 什么东西 真祸瘦 真脏 那张照片拿出来之后 我们坐着去 我说这照片是假的 后来那东西就没了 但是另外一张照片是真的 却大家很多人回避 习近平跟整个邓小平家族 以邓土方为中心 照了一张集体照 吴小辉当时有 所以那张照片是早照的 那不是一个家庭照 那是一个政治照 因为如果家庭照 习近平的太太 彭丽媛应该出现在那个环境中 但她没出现 所以习近平戴着领带 那是习近平以主席的身份 以整个官场的一把手的身份 压邓家 了了 你们的钱 你们的自个儿过日子 这里头没你们什么事了 咱们了了 所以他抓吴小辉 同时放出这张照片 这是政治隐喻 就是让邓家远离政治 所以当习近平在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提前来召开 提前来通撤 十六八九是习近平要 港珠澳大桥是习近平改革 变成了习近平改革开放的标志 但本身这桥又不是他盖的 根本跟他没有关系 02年 03年 07年 09年出来的 对吧 07 09年开始盖 所以他去占拥他 利用他 这是个标志 但他又知道这是完全是个烫手的玉头 所以他就只说了一句开通 什么都评价都没有 而在同一天邓朴方的那篇文章出来了 所以你就能知道邓朴方不高兴 有人不高兴借助邓朴方去打习近平 是正好放在了大桥的通撤的仪式上 就是认为习近平在窃取他人的利益 他人的攻击而标榜自己 所以这就是内部 中共党内的这种完全分裂的一种标志 那你现在看起来是这样 这是完全分裂的 那这是一种分裂的标志 相当公开化 而且时间太紧凑了 那马云站在哪 咱就不知道南华早报是怎么登 从解决问题办事能力 习近平都超过了邓小平在内的 中共各位前领导人 那超过毛泽东了 十八大以来 中大的改革系列举措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情 我们既然摸着石楼过河 又加强顶层设计 研究情况 总结经验 那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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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么说的话 习近平这条路走到黑了 但他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 他反映出来的真正的分裂 所以当人民日报社第一天 就是在同一天去对赌邓普方的时候 党内的分裂的公开化 红色就是红二代的分裂的公开化 习近平与党的最主 与党内的诸多势力的矛盾公开化 都是标志 都完全是标志 而且他要一条路走到黑了 中共会不会在这种背景下 完全分裂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消失了 有可能 你这么看是有可能 因为他跟得太紧了 因为是跟得太紧了 那另外一篇文章呢 BBC的 是昨天登的 是一个哈佛的学者 谈到了 在谈到中国模式的 就是中国模式的时候 中国模式其实早都不提了 中国模式应该是 大屁股崛起的时候 叫中国模式 很久了 结果昨天 前天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 叫威廉 他在香港中文大学 出席了研导会时 他谈到了 他谈到了有关 中国的崛起和这个 中共的崛起和这个 中国模式 在90年代初 他曾经成功的预言了 中共的经济崛起 他还透露呢 叫北京气氛 与中共政治经济改革之间有关 改革遇到巨大的困局 中共各个利益集团受损 金融军队能源集团都受损 我们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习近平的做法 与所有与中共现存的 整体肩价结构 精英肩价结构的 各个支柱 都是对立的 金融集团里面包括了 包括了很多的红二代 官二代 二代 三代 四代都有了 对吧 他是穿插在一起的 吴小辉就是典型的代表 他包括红二代 又包括权贵资本家族 又包括新兴的力量 新兴的就是江泽民这些人 这些人 所以里面都在其中 而大家都在玩钱 把国家掏空了 而这段时间都是在 两千年往后的 这段时间 军队 那他杀掉了这么多上将 那就是没有人满意他的 因为 当他杀掉十个上将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官 从下面爬到上将的时候 他中间得有多深的根脉 他得培养多少人呢 一环套一环 你杀掉十个上将 你能否杀掉三百个中将 杀掉三百个中将 你能否杀掉八百个少将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 他是对着的 一个上将手下有三个中将 三个中将手下有三十个少将 三十个少将下面有三百个上将 他才能 官才能待得住 待得住有两面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上头想整我 他得顾忌 对吧 当你反腐今天走到这份上的时候 你军队 军队就是没子弹 能源 能源利益集团 其实是跟江泽民曾行宫有关 石油邦 就把石油邦被斩杀 那个电力系统被斩杀 所以你看到这里他说就是 习近平行使的政策 在反腐中 把中共的体制的精英 他的真正实力集团 全都得罪了 但他呢 并没有借此抛弃共产党 把台拆落 结果他自个儿在台上唱戏 当他自己要在台上唱戏的时候 那人家都有 你把别人都当票友 你成政局了 那做票友的人都想上台 利益集团阻止改革 反腐打击利益 副作用 官员 官员们没人敢做 都怕政敌指控 这个过程是斗争是极其激烈的 一位高层在 一位中共高层在哈佛访问时 跟他说 北京的气氛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个说法 我们其实早跟大家断定过 是这个概念 因为 因为反腐和揭发的概念出现的时候 中共党的文化就是揭发 那揭发 那就完了 谁都不能说话 对吧 揭发 谁都不能说话 第一个 谁都不能干活 谁干谁死 那只能推崇一个核心 一个思想 一个领袖 一个唯一 对不对 还有一个唯一 那 哈佛是中共党的系统中 很愿意被 就是一种 一种外衣的概念 一种外衣的概念 所以在他 在这个作者看来 William看来 无论发生什么 但有一点肯定会发生 政治大变局 政治大变局一定会发生 无论难度多高 风险多大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次转型 没有任何模式 没有任何模式 然后他提到了15种矛盾 我觉得这没剩 15种矛盾 都是他提出来的 其实你现在 今天你就看看 人币 人币的汇率 当 中共的官员 金融官员 完全是为股票护盘 那时候 人民币反向冲向7 过了6.98了 6.98无几 有一个人弄了个表 说已经超过7了 是回封银行的 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的 他的交易盘 出破了6.98 6.98 所以奔7了 那你这是我们 看到的故事了 应该讲 分裂完全公开化 而且习近平 个人被孤立化 被孤立化 那这种矛盾的公开化和激烈化呢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前哨杂志 也是今天刊登的 原来的前哨开放和争铭 这是比较 香港比较有内线的一些杂志 争铭跟这个 争铭和这个开放的 去年10月份停看了 19大前 19大前停看了 但是开放 当时的开放老板 办开放的时候说过 办这个 因为这是两个杂志 一个老板 他是相互弥补 一个在月中处 一个在月初处 对不起 那当时那个老板是说 当共产党完的时候 第二天开放就不办了 他说 我办开放跟证明 就是把 把共产党说死 那结果在19大前 他先关了 这个很有趣的 但中共19大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 那你现在看起来 已经跟原来的 共产党不太一样 这种对立的场面 很少 很少见到这种对立的场面 这种对立场面 完全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 但关键 他还 打在共产党 他在过去的做法中 完全打伤了 共产党的根基 根本 他打伤了一切的根本 但他自己却抱在共产党身上 不好说这个 这很难解释 结果前哨杂志昨天讲 修宪 修宪取消任期限制 在下半年 这是上半年干的 他说在下半年 太子党聚集一起 策动党内元老 反制习近平 他说7月份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 迫使习近平亲自打电话 撤掉了他的画像 当时元老们要逼习近平 退居二线 7月份 那这个解释 如果是真的话 就解释当时出现的那种反复 7月底 8月初出现的反复 他说 真实版本是 汪洋和王岐山 被元老们推出 接替习近平 但汪洋自己就退让了 而这个王岐山说 听中央的安排 不知道 他说但是推崇 推崇 王岐山的还包括 江泽民在内的不同派系 那就不好说了 他说 日经亚洲评论 2018年3月26号 引述了一个话说 习近平之所以选择王岐山 是相信他 不会背叛他 那质疑就说 王岐山怎么会能听从 江泽民的不同派系 来推举反习近平呢 不好说这事 这事不好说 他是讲 3月26号 3月26号实际讲的是 当时王岐山刚刚 重新叫 重返政坛 是那个评价 那东西不用再引述 任何日经谁评论 谁都知道是这么回事 在当时的王岐山 是要有一帆作为的 他宣示完了 他一拍桌子 就是这动作 那是要大干一场的概念 但他回到位子的时候 他跟习近平 两人握手的时候 习近平的动作过分了 习近平就有点这样 那一次你满意了吧 这个东西过分了 那个瞬间 那他会遭到所有力量者的 对他的反扑 那因为那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出卖者 在过去的反腐的过去时间当中 习近平什么没做 全是王岐山自己在做 他只不过画个压就是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场面 是习近平自己要做了 王岐山退了 当王岐山退的时候 你看到习近平走到今天 半年的时间 全毁了 然后他提到当时 逼宫功败垂成 是一个军方没有表态 第二个江泽民在 北的河会议之前 突然陷入脑死亡 江泽民死了好几回 当时是传出说江泽民如何如何 但这个东西真假 现在已经变得没有意思了 但是我个人的感兴趣 那说红二代太子党聚集起来 鼓动元老们逼宫 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的邓普方的做法 和人民日报的反应 这一条比较贴谱 那是很可能是逼宫的 那逼宫逼到今天 那习近平绝不退让 外面不退让 里面不退让 身边只有一只鹤 那共产党不想崩落 里面四风瓦解 外面种植成城 再把一个正在四分五裂的中共 再从外面完全击碎 内外加工 而内外加工的一切的核心人物 只有一个 习近平 如果朋友觉得 这期节目讲蛮有趣 你觉得很有启示 那感谢朋友们 请时劳喝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